风云无际似文若未闻 在他身上 种黑袍长者 感觉到一种心计的力量 正是主神身上 才拥有的威压 还是那为首的长老 最先清醒过来 仰手喝道 风云无际 快醒来吧 你并不是主神 那是超出你能力的力量 你一位模仿主神的灵魂 最后只可能因为一时过于强大 超出承受能力而自暴身亡 风云无际 听若未闻 在他身上 众人只能感觉到 无尽的冰冷气息 人类所有的情绪 都从这具身体上消失了 医生冷横过来 众人正在细说 突然一股山崩海啸般的神石 破空而来 历史脸色一变 不好 这念头还未转过 便觉得心神一痛 轰的一声 整个被风云无际的意识海 轰了出来 二十四名长老同时闷哼一声 身躯如风中残河百动 张口喷出了一大口血泪 好强大的神石啊 不愧是一剑之神 众人感慨道 声未落 耳中却听到一阵异响 几乎是同一时间 祭坛正中 风云无际 白色衣袍下 大量的鲜血 从周神的翘穴内喷布而出 那鲜红的鲜血 顺着衣下一圈圈圆形的沟壑蔓延 眨眼间便将这身下青苔祭坛染成红色 不好 主神的灵魂对人类来说太过强大 他的肉身已经经受不住了 一名长老狂呼道 底下暗室内暗流涌动 两侧墙壁上一排排的火把呼呼地闪动 快出手 祭坛上突然光滑一转 一道青色的领域光滑 突然由一名黑袍长老身上亮起 形成穷型光膜 将风云无际连同这青色祭坛 全部笼罩在内 同一时间 二十道神石再次沿着那半透明的黑色漩涡 轰入风云无际的石海之中 砰 青色光滑领域刚刚亮起 便轰然破碎 但很快从另一名相邻的长老身上 又亮起了一轮领域 但很快又接着破碎 短时间内 一道又一道的领域光滑亮起 将整个祭坛连同风云无际在内包裹着 但每一轮领域的持续时间都不足三秒 几个呼吸的时间 二十四道领域光滑相继告破 黑暗中 众多一直关注着事态变化的黑袍强者相继变色 一个个惊呼地站了起来 大步向祭坛奔来 碰碰碰碰 接连二十四道神石被一股无可抵御的力量 轰出了风云无际的体内 二十四名长老齐齐睛睁开眼泪 张口便是一口鲜血喷出 祭坛中心 风云无际的体内更是抱起了一轮血泉 鼓鼓的血水从祭坛上躺下 这根本就是超出他应有能力的力量 叮 黑暗中 一点金黄的亮光炸开 随即一股超越众生 令人站立的气息 在这片地下世界中爆发开来 有如风暴一般席卷了住人 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 祭坛中心 风云无际的身躯斜斜地漂浮起来 眼脸争动一向 随后猛然睁开 眼脸下露出一双冰冷无情的金黄色毛子 冷冷地盯着住人一眼 风云无际的左掌 以超越人想象的速度 一拳轰向了虚空 轰 一声天崩地裂的巨响 在祭坛侧方 一个黑色的空间漩涡 凭空出现 一身不停地向外躺着血 身形几经崩溃的风云无际 冷冷地盯了一眼众人 随即向那黑色的漩涡踏去 阻止他 不要让他离开 一个长老强忍着伤势 焦急地喝倒 一声令下 黑暗中无数道黑影 破空而起 全掌一挥 便齐齐向风云无际哄去 不要 那为首的长老猛然站起 目光扫过其他长老 同时急声喝倒 快推一下 他的身体已受不了其他外力作用 再有片刻便会崩裂 只在众人争执的片刻里 双眸金黄 脸色一片冰冷的风云无际 已穿着一身雪红长衫 踏步 进入黑色的漩涡通道中 眼看就要消失在北海 突然之间 一声轻悦的龙吟 从虚空的深处传来 众人还未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事 一条半透明的巨大青龙 由上方破壁而下 一举贯穿风云无际的后心 没入他的体内 风云无际的身躯骤人一致 那抬起的腿 便一动不动地 定在虚空中 虚空中 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呆呆地看着 一动不动的风云无际 砰 风云无际的身躯摇晃了几下 终于倒下了 便在站立地面的时候 突然之间 一只套着青绿色龙形铠甲的巨大手臂 从虚空之中伸出 一把揽住了风云无际 手臂一收 连带风云无际在内 消失在虚空之中 二十四名长老文言是齐齐站起 公声道 公迎青龙护法 浩浩东海之中 一名全身套着青色龙形铠甲 长发披肩 面容威严的男子 拍膝坐在水面上 在他身后 十二名气息磅礴 身上同样穿着一套龙形铠甲的直击武士 站立在后 男子身前 翻开一圈圈连衣 一只粗大的手臂 从那连衣中心收回 手掌末端 赫然连着一个人 正是风云无际 青龙护法的目光 在风云无际的身上停留片刻 随后站起身内 红声道 没错了 正是此子 双手一揽 便将晕过去的风云无际 揽在肋下 向下沉去 所至之处 海浪左右分开 身后 十二名直击的青龙武士 快步跟在那青龙护法 潜入了水中 在海底近万丈深的一块 巨大万年玄铁后 一个黑色的洞口 藏身其下 你们留守此处 我带他进去 青龙护法 转身对身后的十二名 长级武士吩咐道 随后 迈入那黑沉沉的洞穴之中 是 十二名气息 均在神级以上的 长级武士 一攻身 随后 便在青龙护法走后 转过身来 站立在洞口两侧 一路往前 无数碧绿色的 翡翠 山湖 遍布其中 这些山湖的遗骸 散发出淡绿的光芒 将洞内 镀上了一层淡绿色的色泽 洞口虽不大 但洞内却大 越往内 越明亮 两侧洞壁与洞顶上 开始出现了一些 鹅卵大小的夜明珠 这些夜明珠 将洞内 照得一片通明 通道极长 约有数百丈 每隔五丈 便有一名男子 靠着宽大的洞壁 闭目名措 他们身上的气息 若有若无 即若磐石一般 行过百丈之后 青龙护法 仲向 越过一片青丝的光芒 但听波的一声 光芒泛开了一圈涟漪 眼前随之豁然开朗 这是一片浩瀚的天地 有山有水 有日有月 山巒间 无数气息 接在神级以上的 青龙武士 盘坐于大地上 闭目自修 整个浩大的空间 都充斥着一股绿意 在这块空间上方 一条巨大的青影 横沉上方 那青影头下的阴影 横灌整个空间 将重青龙武士 笼罩在内 那是一条龙 一条林甲分明 似乎陷入沉睡之中的青龙 几乎是踏入这片空间的同时 风云无际渐渐地睁开眼泪 一种强烈的疲惫感涌上心来 恍惚之中 风云无际似乎是做了一个梦 一个漫长无比的梦 在梦里 自己成为了一个冰冷无情 没有任何人类感情的主神 我到底是怎么了 风云无际缓缓地抬起头来 脑海中渐渐回忆起了当初的画面 最后一刹那 我似乎以意念模仿 模仿了主神 啊 当风云无际的脑袋 抬到最后的时候 脑中所有的杂念 都已经除去无踪 心中只余下一个 红亮的声音叫嚣着 青龙 圣兽青龙 那居然是圣兽青龙 隶属天下 风云无际再也找不到 一个体型有如此之庞大 给人一种纯正的精神感受 让人忍不住顶礼膜拜的生物 欢迎你的到来 我的族人 就在风云无际整个灵魂 都在见到圣兽青龙的本体时 刹那震动 颤鸣起来 一个平淡而苍老的声音 从侧方传来 风云无际猛然转身 寻身望去 但见左方一座不高的青山上 六名头发发白 身着披着龙林战甲的老者 远远地看着自己 嘴角露出一丝笑容 百万年前 你在这边徘徊过一次 最终离去 那是无缘 百万年后 却由我们亲手把你接来 这是缘分 至于缘分 能到哪般境地 就看你造化了 风云无际看了看天空 又看了看那六名长老 脸上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 你确实天资聪颖 不错 正如你所想 远方那青龙老者笑道 不过 现在 且让我们助你一臂之力 话落 风云无际 只觉得眼前突然一片模糊 但这种模糊感过去后 风云无际发现 自己不知何时 出现在六名长老身上 接连六只手掌 轰在了风云无际身上 随后 滔滔如江海一般 带着青龙气息的真力 涌入 风云无际的体内 天下万种神兽 论躯体的韧性 与林甲的硬度 没有超过圣兽青龙的 汹涌的真气之中 冲入风云无际体内 修补着因为强心模糊 主神灵魂波动 而对身体造成的伤害 同时那真气中 蕴含的淡淡青龙 一缕缕 渗入到风云无际的灵魂之中 慢慢地修补着 风云无际的灵魂 风云无际会议 立即排席作响 同时引导着 这蕴含着青龙圣兽 气息的真气 在体内流转 加速身体与元神的恢复 第四百九十章 但是更大的伤害 一个苍老而熟悉的声音飘入耳中 正是先前风云无际看到的青龙长老 嗯 风云无际点了点头 同时默默地观察了一下体内的情况 感觉一切都恢复如初 更甚于那残留的青龙气息 依旧留存在体内 与自己的真气融合在一起 慢慢地改造着肉体 感觉如何 一无大碍了 风云无际睁开眼 目光瞬间暴涨出数丈的精芒 有一句话 风云无际却是没有说出口 我的神识 似乎增强了不少 意念见底大法 乃是专攻精神力量之道 到了风云无际这个层次 精神再想大幅增加 其难度非常之大 思绪回到了神法之雷的那一刻 风云无际只依稀记起了 自己记起意念见底大法时 衍生的意念模仿能力 但是之后 却是一点也不记得了 甚至于连自己何时出现在这里 怎样出现在这里的 也不记得了 能解你困惑的 只有你自己 我们只是在你昏迷之后 方才出手 将你以大挪一只树 移至东海大 青龙长老的声音再次传来 风云无际腐制心灵 站起身来 向着身前那座青山上盘坐的六名长老 微微一躬身 诚恳道 还请诸位长老赐脚 六名长老文言 原本肃穆的脸庞上 突然泛开了笑容 哈哈哈哈 来来来 小子 你也算是开窍了 如今 你与我们六个 也是缘分到了 你有什么疑问 便说出来吧 我们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那坐在最前端的青龙长老 遥遥对风云无际一招手 微笑道 风云无际一跑一到 脚下向前一跨 便化为一道流光 跨过层层空间 在那青山之顶落下 晚辈受教了 说吧 便正对着六名气息如鸳 深不可测的青衣长老 盘坐下来 此地是何处 你可知 东海 呵呵 是 也不是 青龙长老露出一个和蔼的笑容 这里 乃是青龙圣兽的栖息空间 吴姬 你先仔细看一看 这片天地 风云无际闻言 疑惑地打量一下这片天地 青山绿水 如同室外桃源一般 大量的青龙甲氏 与这片天地之间修炼着 青龙长老既是如此说 必是有些古怪才是 这般想着 风云无际的神石 瞬间扩展着整个空间 与这空间融合起来 很快 另一番景象呈现在眼中 天地变得半透明起来 感知中的一切 都有着淡淡的绿色 在这片大地下 密密麻麻 既其最弱的 也在神级以上的青龙战士 盘坐在下面 密密麻麻 无穷无尽 恍若一片绿色的潮水一般 啊 风云无际震惊了 这大地下的神级青龙战士 数目不下十万之居 只会是多 无会其少 其中强大的 比之战地 也不会弱上多少 这 风云无际 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东海之下 竟然藏有如此多的神级战士 若有如此庞大的一支军队 神魔之战 岂非无忧了 长老 这是怎么回事 为何从未听说过 东海的这支军队 若是这支军队的加入 神魔之战 我们未必会输 风云无际激动道 唉 你错了 青龙长老唏嘘道 这支军队 是怎么也不能动的 除了太古灭亡之恶 就算是我族 损失大半力量 我们也是绝对不会参与 神魔之战的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青龙长老抬头看着天空 目光尽头 正是那片天地间 最为庞大的存在 天地间的 唯一圣手青龙 神魔之战 只是一场 种族胜败胜出的战争 只要人族 没有完全灭亡 我们便有信心 从头再来 而我们所守护的 便是这最后的希望 不只是此地 在太古四大地方 各有四处 与此类似的守护之地 而我们所守护的 便是四大圣兽的本体 四大圣兽如此之强 难道还有什么能伤害他们不成 风云无际疑惑道 四大圣兽的确很强 借助圣兽之力 至尊近乎于无敌 但圣兽本身并非无敌 说至此处 青龙长老大又深意道 任何东西都有破绽 主神也是一样 而圣兽的破绽 便在圣兽的本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